出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2年的9月24号星期六 我们看到Frazer的Twitter 就加拿大的移民部长Frazer Twitter上写了一个说 加拿大现在非常紧缺医生 非常紧缺医生 然后呢他会做一些在更容易的一些通道 对于医生 就是然后来解决 缓解加拿大现在医生的一个短缺 那我想做这篇文章 其实是想让更多的中国的医生 要知道自己未来 如果你想移民加拿大 那么你的规划是什么 其实最简单的 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没有说 都是一些很光面的很光面的内容 没有说到很细节的东西 比如说你看现在他说的 Doctor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choose to come to Canada and work in our communities play a vital role in keeping us healthy and ensuring local access to family physicians at a time when our aging population needs it the most 我觉得这些东西说的 就是反正看了半天 没有特别详细的一个方案 其实就是说 大家很清晰的了解 北美的这个医生体系 它是一个单独的体系 你所有的医生 在任何国家 你要想在北美来当医生 首先要取得北美的医生的这个职业资格 那怎么样才能取得北美医生的职业资格 首先之一 就是你要在北美留学 这是一个最容易的一个渠道 所以 其实就像我看了牙医以后 我跟牙医的沟通 我了解他是怎么样在加拿大当医生 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 以及就是说 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 一些文章 那么我发现 就是真的是 你想来加拿大当医生 一定要过来留学 所以说如果现在你的年龄 还比较年轻 尽量是在40岁级以下 这样的一个年龄 然后你的雅思也足够好 能够考到六分级以上 那么我还是建议大家 比如说我本来就在国内当医生 对吧 那么来加拿大其实有两个方案 其实有三个方案 两个方案 一留学来加拿大继续深造 要么读本科 要么读博士或者硕士 应该都是四年制的学习 读完以后再来考 加拿大的这个医师执照 这是一个方案 考了以后再找医院去工作 那么就有这个职业经验了 这是只要你有执照以后 你就有雇主担保你 那么你就可以走移民 对不对 加拿大我相信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他的医生一定是短缺的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都还没有 还没有 没有家庭医生 所以可见有多短缺 加拿大 对吧 但是你有外国的这个经验 或就是这个医生的这个这个执照 加拿大不认 对吧 不认 因为这个诊疗方案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学习 这是一方案 第二个方案就是 您申请加拿大的这个旅游签证 然后不要当医生 就想移民 对吧 对于40岁以上 然后自己雅思也不太行 考到英语6分以上 很难的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医生来讲的话 那么建议就走CD类的雇主担保 我们稍后也会有一个特价的一个方案 提供给大家 所以就基本两条路 留学 读 再重新读4年的医生专业 然后在加拿大考试照 二 就是转换 放弃 原来的国内的这个 医生的背景 我就过来当当厨啊 拿旅游签证入境 然后来做帮厨啊 然后来做 housekeeping啊 这样一些低技术的工作 如果农业工人呢 都可以 只要是CD类的岗位都可以 那这些如果你愿意 当然是可以 所以就两条路 那么其实对于 本身在国内 如果您是高中毕业 那么也有 有意 要从事医疗方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专业的话 那么建议您 尽早的来加拿大 并且你的这个 移民方向或者说定居的方向 也是加拿大话 那么也建议您 把大学本科的这个阶段 就放在加拿大来读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不管你后面读不读研究生 或者硕士 至少您是可以从事 医生这些岗位的一些 工作的 并且我认为 在未来的五年到八年内 应该来讲 医生对加拿大来讲 都是短缺的 好的 有更多关于 如果还没有讲清楚的地方 或者是 或者是您需要了解的 其他的移民部分 也欢迎您 去我们加拿大美出国 有时候客户咨询太多 没有及时回复 也请您见谅 我们客服微信 仍然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 成为专业的海外融入和 投资服务商 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愿景 欢迎您 跟我们咨询 成为我们加拿大美的客户 我们将 尽可能的为您提供 专业的服务 好的 再见 再见 接下来